當然鏡頭要給王定宇 來王定宇我要問的不是豬豬姐要挑戰你 從AIT出場的一張照片裡頭 看出什麼樣的端倪 來王定宇 我今天這個標準的是看圖說故事 OK 看圖說故事之前 我還是要講一下那個荒謬的追蹤器 所謂的荒謬 追蹤器不會裝在引擎上面 那一發動那是上擺的溫度 SIM卡就燒掉了 所以這個荒謬的指控 講不下去了 這是一個類似水門案的重大指控 不可以就這樣過去 如果韓國瑜不讓人家調查 不尋求司法協助 你就道歉 至於你要不要選總統 問你自己國民黨 但是他後來又指控說 你蔡英文2011年也有懷疑政治增防 你也沒告 為了圓一個謊 必須再說一個謊 2011年蔡英文那時候還沒有當總統 是被動被週刊來問說 有人在做政治增防 他不是去某個地方 YouTube都顯示他的影像 他是被動被問及 不是主動指控以外 當年委託的律師叫黃帝影 有提告 所以王淺秋你要講這個東西 弄清楚 你已經弄了一個引擎上的超高耐高溫 追蹤器的笑話了 後面繼續鬧笑話就不妙 但在笑話的背後 這一相片是有意義的 這一張相片 位置是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辦事處的官邸 這三個人 一個是南部的分處長 一個是駐台等於美國的大使 立英傑 一位是高雄市的大家長 韓國瑜市長 這張相片那一天發生什麼事情 就昨天而已 立英傑從上高鐵就直播 就播一個影片 我要去高雄 去看左營的海軍的最大艘的軍艦 基隆級或者叫紀德級 他到了海軍基地在紀德級上面 這一艘軍艦是台灣現在目前最重要的旗艦 總共有四艘 他發表了一段話 他說 台灣跟美國要共同執行航行自由的任務 你知道共同執行航行自由任務有哪些國家 法國 澳洲 那個美國 那甚至還要約印度 還有英國等等 也就是那是一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聯盟 目的就是阻止中國在整個印太地區 南海啦台灣海峽東海地區 的橫行 所以 由AIT做這樣的公開正式的官方發表 這一定要國務院同意的 發表是台灣跟美國共同維繫航行自由 那沒看完了之後 你知道昨天高雄的記者躲在 也不是躲了 就埋伏在四圍的市政大樓 鳳山的市長市 到處在等 就想要拍到他們進來拜會 都沒有拍到 原來是約到了高雄AIT 他的官邸 那這張相片 所以不是他去拜會韓國瑜 不是 所以這個就怪嘛 我待會對到其他上 你就看出故事來了 你是地主 按照層級 他要來拜會你 麗英傑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好的外交官 那麗英傑他19歲之後就在高雄 麗英傑的華語講得很好 那這個高雄分數的主任 他的英文也 他說台語跟中文都很好 照理說他們要去市政府正式的拜會 拍一個正式拜會的 禮貌性的相片 甚至邀約去美國倉訪 這才正常流程 弄得神神秘秘 你想像一個市長 回家要換車 抬頭看直升機 覺得在監控他 現在跟AIT的見面 到了人家的地方 而這張照片你看出什麼問題來 這個是AIT的官網自己PO的 對他PO出來的 AIT自己PO的 我帶給各位看的相片 都是AIT正式PO出來的相片 這張相片 我們在外交上的外交禮儀 雖然沒有一個 很自視化的所謂外交禮儀 但是在合照上有一個潛規則 重要的人站中間 所以來到高雄市 其實高雄市長應該站中間 就算我們不是黨派 基於我們國家的面子 也應該要這樣要求 你應該讓他站在旁邊呢 不只旁邊啊 就有點像背對他 你知道嗎 我們倆在拍照 就好像那個新人在結婚 昨天跑出一個伴娘 在旁邊一樣 可是說他有一點側身 側身 就很突兀的感覺 但是這是一張合照 那如果說 我們再看其他的部分的話 這個是在上個月去桃園 去桃園的時候呢 他們在那邊共辦了一個論壇 這個合照看起來就其樂隆隆 真的在合照 前一張看起來有一個人亂錄 就人家站得好好的 團隊兩個跑到後面來 那個攝影官應該要打屁股 那這一張的發表的時候 那一天立英杰 也以美國在台的代表身份 發表很重要的談話 他發表什麼呢 他說威脅台灣 就是威脅印太地區的安全 威脅台灣 就是威脅美國這些盟友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像剛才我們講的澳洲的事情 那他在那天還提到說 台美之間這麼多年來 除了軍售提供武器 他還特別提到最近剛通過的 M1A2T 那時候F16V還沒有公佈 他後面講了一段話 是官方認可的語言 那是以前從來沒有講的 他說 美國的陸海空軍跟海軍陸戰隊 跟台灣的陸海空軍 海軍陸戰隊 有對口 密切的聯繫 密切的交流 建立像軍中袍澤一樣的情誼 共同維繫這個區域的安全 威脅台灣就是威脅這個區域 台灣是最重要的夥伴 他講了這段話 而在講這段話的之前三天 美國國安部公布的國防報告書 把台灣列為 Countries就是夥伴結盟的國家 用國家來定義 所以這張相片 雖然你只看到他跟鄭文戰 他能講話的內容 是跟2300萬人 有安全才有經濟繁榮 很重要 那這一張更有意思 我們知道 這個是我們的新竹市長 新竹市長 他來到那邊跟他一起合照 你看誰站中間 還是林志堅 林志堅站中間 那我們再看一下上面的那一張 上面這一張 就真的好像他們已經站好了 你把它遮掉剪掉 完全沒有違和感 你把它拿出來 這一張就這兩張照片 你就看到那個 我們講的合宜的禮儀 或者外交的潛規則 是這個樣子才對 是 那還有其他張 你看來跟潘孟安的時候 這樣的姿態像不像合照 這樣的姿態 大家看這一張 所以看邝利姐 是有點斜策的 這好像 把韓國瑜壓到後面去 除了外交禮儀以外 還有肢體語言 這個肢體語言 就覺得不像在合照 其他都像在合照 我再給各位看其他的 這跟小英總統 是 這是合照吧 那這一張 這一個是立英傑的老闆 墨建 OK 這是他們內湖那個 美國在台協會開館的時候我們合照 我們這樣也像合照吧 因為這是去他家 而且他是美國在台協會的理事主席莫建 他站中間 這位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廖建志 是 那 我跟他們合照都像合照 這都禮貌 對 那像來到行政院 蘇貞昌在中間 他在旁邊 那個也像合照 然後在 所以這張照片 定宇 你看到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唯一一張的姿勢 他是側著 對 就是這樣 唯一一張 對不對 我是這樣子拍 那甚至說事實上 你是從台北來 你應該 小俊 讓韓國瑜站中央 照理說會連拍很多張 喔 那為什麼 AIT要選這一張PO在官網上面 對 照理說 那個我們現場取景 底片又不用錢 會拍很多張 為什麼 你覺得他眼中的韓國瑜 是什麼樣的市長 是什麼樣的總統候選人 肢體語言就告訴我 我們沒有港國的 這樣喔 肢體語言是這樣講 但是 這麼多張選這一張 其實有點突兀以外 韓國瑜你應該在你的家 也就是高雄市政府 來接待外賓 你是主人 高雄市選你當市長 我們再怎麼樣 喜歡或不喜歡你 你就是高雄市的市長 你是高雄市的大家長 你要代表高雄市 接見一個外賓 要有一個外賓的 和宜的舉態 那跑到人家的官邸去 拍了一張這樣照片 你對照 林之間總比年輕吧 林之間的代表的都市 雖然人口不多 可他把新竹市的面子撐住了 叫和宜的禮儀 所以這整個照片 對照 美國在台北協會 最近發表的談話 對台灣他當然是有信心的 對台灣跟台美之間的地位 是提升的 可是就這一張照片來講 我覺得這張照片的攝影官 應該打屁股 來